依旧到哪里 所以你才能够用你的这个 无形的、有形的这个气 跟无形的意 互相配合起来 做降体慈善的功夫 才能够做得出来的 所以真正有道行的 到了二贯跟三贯 通通都是要用到轰一架 出贯当然,出贯你只是修性而已 修心灵方面的性 那么不需要用到轰一架 那么在二贯、三贯 在这个内法跟无上部方面 通通都要用到轰一架 像降下来 如何把这个气 跟你的意 降下来 引起的热 然后如何把它重新降下来 再提起来 提起来的时候 用你的意跟气 把明点往上提 就是提 磁 把它分散到整个前身 把它磁平 分散到整个五轮 整个身体的各个地方去 都是要靠气跟意 然后再把它分散 降提慈善 就是这样子运用 然后会发光 把你的气 现在跟明点 用气作为运送的东西 把明点放光 这个是密教的这个第二贯 跟三贯的这个功夫 都是要用到轰一架 那所以这个中哥八祖师啊 在 这一段当中所论到的 就是讲 有的讲啊 这个 在休天 休六天的时候啊 就要用轰一架 比较便利一点 那么有的讲 在无上部升起次第的时候 要用 有很多的说法 那么在征活密法里面 我们用轰一架 是在二贯才用的 这个是要 跟大家说明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 我把这一段念一遍好了 这一段不是很长 即 其所依处 以至前方前色会相等处 享有众宝所成地基 金沙篇布 送 奥 扎拉 比 鸿 所哈 而加持之 在想 其上有香如海 梨珠 后会 青红莲等 重法庄严 无量 饱鸟飞向其上 送 奥 扎 摩拉 傅 达 达 哈 护 而加持之 此向海中有西弥山 四方四面 吉 曼 庄严 金裙 琉璃玻璃所成 周围 周搅 重生 妙如意数 献坐尊圣同攀为士 又想其上有大莲花重宝庄严 记足种种其真为伴 纯金为蕊 玻璃为珠 莲史之上银丝围绕 量广多亿善纳 从西弥山中出 又从此生百千万亿妙莲花网 敬礼合掌互相交叉 以右大指按走大指送 南无沙はたったがったなん 沙はたいがた ポラナヘマ カカナカン ソハ百片而加持之 撒纳一上享有宝盖,此次虽未说修宫殿,然仪轨中下说送回宫殿,故意当修, 以前莲法忠心,或如遗失,不从自生夫尔顿线,或从种子出生,后生莲法为诸尊座依可。 此二论是以至起时,未说出生宫殿,及诸座位,遗失修法,则说出生狮子座等,莲华叶伦诸有情座,便说尊圣佛母以塔中出生等。 那这一段呢,是讲,其实他就是在讲,一切出生,其所一处,什么是其所一处呢? 就是在观想啊,你一个密教行者在做观想的时候,刚刚开始想出,那个佛菩萨的这个,所住的地方,的触手,是要这样子想的。 啊,活菩萨诸尊,出生的,所住的触手,要这样子想。 那以前,教大家曾经这个讲过吧,这个观想莲花童子怎么开始观想。 他这个很简单的,他这个观想,虽然看他写的很复杂,其实很简单。 用这个金沙铺地,最底层用金沙铺地。 在上面是香水海,香水,香儒啊,那个白色的香水海。 中央再来是西弥山,升起一座庙高的西弥山。 那么西弥山顶呢,有生出莲花。莲花上面,生出宫殿。 宫殿里面,生出本尊。 你就做这样子的观想。 金沙铺地,香水海。 西弥山,西弥山顶,生出重莲花。 莲花中,生出宫殿。 宫殿中,生出本尊。 密教的观想,都是依照这样子。 只是他讲啊,有很多这个鸟啊,在空中飞啊。 这个宝鸟啊,在空中飞啊。 在空中飞啊。 有很多铜攀啊。 有很多庄园的这个七宝树啊。 他甚至讲香水海的这些乳啊,都可以吃,可以喝啊。 对不对?鸟不能吃。 以前,我在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,讲到这个, 夹林平夹鸟。夹林平夹鸟。 供命之鸟。 我说,这个共命之鸟啊。 这个会吐出很美妙,很美妙的声音。 那,讲到阿弥陀经说,吐出美妙的声音了。 那,我就看到很多弟子很会唱歌的。 我说,他前世一定是这个,这个吃了这个佳林平夹鸟。 所以他能够这个唱出很美妙的这个声音出来。 诶? 加州既然有一个弟子啊。 这个Losangiers, California,Losangiers, Have the sun people send a letter for me。 啊? 他既然怎么讲呢? 在这个里面,你会发生什么按钮。 你会发生吗? 跟我们,我说你会发生的声音。 谢谢大家